今天就介紹ActionCAM 拍了一段時間很少介紹這些 我下場玩遊戲的時候就會用到這些CAM 希望今集給大家一個分享參考 如果有興趣玩遊戲的時候拍片可以考慮一下 我這隻就是普通款的幾百元不是Gopro 我沒有Gopro的 但是它是火效Gopro的款式 價錢很便宜 而且是包含這些工具 即那些MAM 這一款我就幾年前買了 相信現在推出的款式更漂亮 支援1080P H264 Full HD 拆盒有幾種顏色 你自己喜歡吧 當然我選擇純色 因為打遊戲這麼鮮色 很容易作為目標 給別人攻擊的 那好啦 這一個呢 我覺得抵彎 便宜 有這些MAM 這隻應該是MAM 在單斜 或者大家去做戶外活動 例如爬山 潛水 你可以買個潛水的MAM 我會介紹 有些電線USB 有叉座 有火牛 不過這些火牛不是本地的 不是本港的 有布 這些MAM我自己另外加的 有些電線 索帶都有 有份MAM 大概這樣配置 可以 有些調節盤的 有什麼用呢 很多呢 其實對我們打遊戲來說 就未必是這麼有用的 譬如這些 因為我們主要是放在頭盔 要是放在頭盔 要是放在一頂CAP模 而我自己兩天都試過 不過頭盔 自己就不太適合 很多師兄都會用頭盔 因為有型 但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不太適合自己 所以我只說 用CAP模 如何安裝這個CAM 而且方便輕鬆 好 好 那去到主角 主角機就是這部 有人叫它生狗 幾年前 有Wi-Fi support 鏡面 這個Power測 按下去 亮燈 可以拍一下 OK 找個東西拍一下 焦點到嗎 OK 焦點到 按下去 很簡單拍照 有一樣東西 忘記了 入卡 支援這個MicroSD 有16GB 放進去 買的時候 你上網買 都可以 不過當然大家自己 選擇 快速一點點的SD卡 大家要買些 那些讀卡速度快些 否則有機會拍得很久 可能會太適合 買些負攝影的SD卡 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充電的 另外一個就是HDMI 直觸電視機 或者一些Monitor 這裡有兩個按鈕 一個就是功能按鈕 這個就是錄影按鈕 開一部電視機 OK 等開啟 OK 就可以拍了 很簡單的功能 按下去 直接錄影 拍一點點 好看 這部電視機 輕便 輕巧 錄了一段 怎樣看呢 按這個按鈕 按一下 按一下 去到Menu 好看 就拍到剛才那段影片 拍到剛才的過程 就這樣簡單 OK 先停下來 先出去 另外它有些功能 再按下的按鈕 就有其他功能 選擇了 例如拍一些 有些resolution 2K 19201080 30架 這裡有些功能 我簡單去展示給大家看 詳細大家可以再找一下資料 今次就簡單介紹 White Balance等等 再按一下這個按鈕 再按一下這個按鈕 它可以拍照的 Capture 應該是按這個 當然可以Capture 即是當相機 你有時打電話不方便 就用這個功能 OK 那繼續 那頭盔怎樣拉上去呢 我現在 本身 頭盔沒有不同的拉上去 我本身先用這個最基本 它沒有玻璃罩 只會吐上去 OK 上下就有一個洞 我來拉上螺絲的 固定器 OK 我這隻 它是一個夾仔 我拉上一件背心 你上去之後 它就可以夾到Mole裡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即是這樣 你可以夾到Mole裡 這個是在身上 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我自己加了少少東西 就可以安裝 這裏有一個 怎麼裝上去 裝上去 裝上帽子 首先要穿孔 如果你不介意 不漂亮 就不要做這個設定 我自己這樣做 就拋上去 這裏要穿孔 要裝上螺絲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 就這樣 Capture OK 很方便 其實很固定 很穩固 不過如果不喜歡弄穿 還有第二個方法 這裏就是最基本的 沒有一個潛水鏡保護 也沒有交角袋 其實很實正 拼也沒有那麼容易脫 而且感覺就沒有重量 因為本身這個都很輕 這個呢 第二個方法 另外要買一個潛水鏡 這個跟著 我忘記了 這個潛水鏡有一個玻璃罩 就沒有那麼容易被打爆玻璃 就算打爆也是外殼 這個可以落水玩 水上運動 所以我覺得這裏很好 它就噴上去 直接套部機上去 前幾年很多人玩 現在疫情相對少有人去做運動 戶外的運動 這個 基本上可以連動 開 大力一點 有防水的功能 一樣的 都是這樣拍攝 直接按下去 一樣 Capture OK 很方便 OK的 反應快的 這個就是 用來搬頭盔 因為頭盔有一個洞 大家看到嗎 大多數玩家都會這樣設定 前面的位置 我這次只說沒有 沒有我另外買了一個 這個應該是另外買的 不是那個Package 一套水的 就要靠這些 很重要的 連接的螺絲 就拎進去 快速拎進去 OK 完成 可以調整角度 其實比剛才的小小 就可以調整角度 這裡有鴨嘴位 鴨嘴沒有 直接套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這是另外一個很好的方法 不過因為頂著 可以攝入一點 大家可以調整角度 看一看 先看 不過這個 就會出一點 從重的 那麽多 大家買的時候 要考慮 有機會 你的鏡頭 可能高慢 會頂到 大家要買的時候 或者設定的時候 要考量的問題 就是這樣 今集就講用CAPMOW 我做示範給大家看 這一個是前水蜂 大家可以看到 會調整前一點的 offset 有點像DX的鏡頭 它的優點就是調角度 這樣看地下就可以 大家安裝完之後 就好像是測試了 究竟哪個角度 就適合你自己看的時候 有些可能會 跑的時候 或者碰到一些東西 這一個是有機會的 因為是比較適合的 尤其是你去一些 蟲嵐等等 當然你用CQB 其實是沒什麼所謂的 CQB用這個也可以 但是它相對 多了這個架 就重一點 會凹下來 大家要考量這件事 技師仔 如果去歐多亞 有些樹 你走過 它有機會勾 所以會掉下來 這個有它的優點 有它的缺點 例如這個位置 和密度很高 大家安裝的時候 就沒有註 不要跟著我 這就是另一個方法 不是蟲嵩的頭 剛才我講的 是夾仔蟲嵩 可以夾到MOLY的任何位置 夾到這裡 當然會頂著喉嚨 或者是這些位置 中間 但是大家要注意 有些會阻礙著 因為你拿著Pistol 或Rifle會鎖住 或者你喜歡這些位置 我現在做過參考 不是一定要跟著的 大家自己試試 可能這些位置 會適合你 有機會鎖住 但有它的好處 是不會太重 不會頂著頭 好 今集說到Action Camera為止 到這裡為止 大家交流 訂閱 我下次會再講 遲些 再講不同款式 另外一款 我自己另外一款 更輕一些 不過呢 這一款我覺得是便宜的 值得玩的 就算大家不去打遊戲的時候 行山也好 做運動也好 或者一家大小 或者和朋友去玩 我覺得這隻也是挺大玩的 下次見 拜拜